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令患者人数节节攀升 不仅如此 患者的年龄层也有逐年年轻化的趋势 为守护民众的健康生活 台中荣总针对糖尿病的患者 推动系列胃教宣导 糖尤治疗方面更是领先全国 以荣获国际奖项肯定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的统计 台湾地区糖尿病能够 大概每十个就有一个 那我们从过去这五年来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得出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年纪大 在60岁这一块的人成长得很快 但是另外一块虽然青少年 第二型台湾病人口不多 就过去的统计大概是 百分之二不到的人口 可是在五年后 他成长到大概百分之三点多 将近两倍的一个成长率 那这样的两倍的成长率 还是跟我们的社会的一个生活形态改变有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在预防青少年这一块 其实要更加的努力 我们要走到社区去如何教导他们正确的一个生活形态的一个改变 这才是一个将来一个目标 塔尿病卫教中心是院方成立最早的一个卫教单位 我们在后诊区的地方呢 我们有做定期的一个团体卫生教育 还有比如对于个别方面有问题的 那我们又做个别的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卫生教育 那其实不是只有在医院而已哦 我们也会配合邻里 深入社区 踏入社区 我们做一个健康知识的一个教导 其实医院也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照顾卫教 如果白天卫教完之后 他有疑问的 我们的全方位照顾中心 可以做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说明 我们过去成立糖尿病病人的保健推广中心 后来更名为健康促进中心 致力于中部地区糖尿病人 照顾品质的提升 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跟口碑 那同时我们也推出糖尿病专业团队的 继续教育跟训练 我们就整理了非常多的资料 把我们过去努力做了一些成果 那送到世界糖尿病联盟去 经过他们很详细的委员会的审查 那很高兴我们同时获得了 卓越照顾中心跟达达医卫教中心 这两个大的肯定 其实许多民众他们会有很多 就是会在不同医疗院所就医的这个习惯 那这会找出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用药资讯啊 跟他的就医记录等等的 都会散落在不同的医疗院所里面 那健保署确实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提供了这个云端药力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查阅 我们过去三个月的用药记录 那台中总就有把这个云端药力 可以更加的精进 去年度开始我们就推出了两套资讯系统 主要第一套就是过敏药品的拦截系统 那第二套的话就是 数前药品的抗磷血药品的这个审市的系统 达到这个滴水不漏的把关 我想我们中容自力提升这个智慧医疗的病患服务 例如我们在门诊的系统里面 我们有病患自动缴费这样的设计 所以病患不用再排队去缴费 这些结合现代资讯科技的服务 是要大大的提升病患跟家属的满意度 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结合未来科技 人工智慧的发展 甚至物联网这样的新的科技 能够让医疗的服务能够更上一层楼 那我们肩负由中部地区 唯一的公立医学中心的角色 我们会继续致力于医疗品质的持续提升 病人安全地维护提供感动式的医疗服务 同时结合现代的科技跟创新 继续做人才的培育 以及医学研究的发展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同仁 大家一致未来努力的重要方向 不断地创新 晋升为世界级医学中心 未来也将继续为国人的健康做守护 闪耀心灵天使的光辉 台中统统 敬祝大家 十全十美 狗烟心大力 五高三 未来